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我们今天请到药庆圈研究报告的分析员Rafi 为我们分析一下究竟五中五沽空榜的形势是怎样的 Rafi你好 你好 看港股最新的情况又令人失望一点 到跌17点 23000点又得而复失 现在最新做22949点 国企指数跌了26点 做1094点 暂时大肆成交有超过222亿 看今日半日究竟哪些股份被人估得最厉害 看到港股半日沽空金额有超过18亿 比亚迪配股排头位 占过股份成交有超过36亿 沽空金额达到3.478万 而盈富基金排在第二位占过股份成交超过53亿 而股空金额有接近1亿3000万 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进占股空榜的第三和第四位 而不过那个股空额只有8000多万和7000多万 Rafia 见到今日的焦点股份落在比亚迪 他折让在伏牌前的股价跌了15%配股 今早也提过他的股份股价 开始跌8% 但现在跌少了很多 跌了2%左右 沽空金额这么厉害 是不是其实是早远的时间投资 沽得比较厉害 甚至到他现在上了第一位 当然了 如果依上今天比亚迪股空排第一 当然很关乎有些配股举动市 变相今天成交扯大了 自然成交大 相对一些叫做大户或者叫做机构来说 他需要做一定的沽空的时候 压度自然就会提高 一定比重上来看 令到沙迪回到第一位 其实都很正常 很多时候各样配股都会令到个别股份的股份 股份扯高了 但当然要依上这个的举动来看 是否等于意味着大家对比亚迪后市 看得是淡或怎样 我觉得其实就不算太负面 虽然有配股的消息出现了 质量都不少 一成半 但你见到其实由上星期五传出来那一刻来计算 到以赫落实完之后 其实那个配股的情况 似乎那个需求性都挺强 因为原本说想配新股配八千多万股 但结果出来就配多了去到1.2亿股流上 变相市场想要货的心态都是比较高 甚至以今天回来来说 其实国家本身 刚才表现跌8%又多 但已经慢慢越收越窄 甚至曾经上午收市前 是叫做差不多不用跌 意味着大家市场对的看法 不是太悲观 因为始终一来 今次配股的举动 其实起码知道要做什么 一来可能是还债或是扩产等等 而且二来之前比较迪公布的 例如其达巡的销售量 亦是非常理想之余 更加过去的周末 习总方面也去到上海考察 也有高调地说到 新型汽车发展等等 之前很多东西都挺配合 就是比较迪的长时间发展 你可以这样说 变相他今次配的时间性上看 配得挺对的 变相暂时不太悲观 变相虽然今天股东比较大 我觉得只要厚市 都仍然保持着 可能大概39元上去走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又不算太悲观 但是如果我是比较迪的股东 或者我是比较迪的大股东 我觉得这个价略为低一点 之前都上过去50多元的水平 那时候又不配 现在滚下来30多元才来配 似乎集资额少了 会不会这样反映了 其实比较迪都挺等钱使的 当然了 比较迪等钱使就一定的 因为始终本身做的行业 就比较在生性业的行业为主 那变相很多的研发 很多的资本开支都需要扔下去 那自然钱一定是需要的了 但是当然你说 为什么不是之前高位配呢 这样说 刚才提到的 虽然股价上看 现在就不算最高位 那好像这样看 配就似乎不太好看 但是很多时候 除了看有价格 对不对配之外 都要看其他事情的配合 你见到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 比较迪选这一配 因为一来之前的价格充高完 二来的 其实之后业职等来说 价格都下跌了 我觉得跌定了 他们选择跌定了消化源 才慢慢去配 其实我觉得又不算 一个太差的情况 刚才提到的一点 就像刚刚之前那一排 其实它都公布了 旗下的新的车重 那个超售量 都表现得挺理想 我觉得其实 虽然价格就不算高 但是你说这些位置来说 我觉得又不太差 甚至反过来说 假设当时它是五十多元 六十元配的 可能质量幅度更加大 所以反而这一刻 可能下来才要配的 都只是至一成岭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所以整件事来看 又不算太过悲观 看到孤空榜里面 第二位 就是刑富基金 似乎大家对大肆的看法 都可能比较悲观 会否也是因为这样 令到指数不能够 站稳到二万三千点 对 相对看法仍稳不稳 因为正如今早说过一点 虽然曾经上过二万三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稳 自己仍然有保留 一来这段时间的成交 其实都不算特别高 你见到 自从大概上了二万二千八 楼上行之后 其实整个成交都是比较弱 特别今早就只有二百亿左右 变相成交都比较低的时候 很难再有个因素 可以叫扯市场上去 而且其实市有低位 但上来都成千三点 面上都不少的时候 你说这些位置 各别的指数基金 孤空大一点 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 但是这样说 孤空大就不等于市里面 一定会大一点 我觉得就算是有的 都是从整固为主 所以今早就说过 如果以恆资来计算 要整固的 可能大概落到二万一千七 这些边位 如果以二百零零来看 我觉得有条件 可能试下到二十三元左右的水平 按下十千线附近 我觉得只要这些位置 都保持着站稳 我觉得暂时又不算太悲观 似乎综合方我们分析员的预测 恆资短期内 都可能在二万二千七 至二万三千二 这几百点水平上落 看回除了被阿弟等千世之外 另一只股份都等千世 今天就是七只新股招股 我们看看它的招股详程是怎样 青岛港计划发售 七亿七千六百万股H股 集资政额大约有25亿港元 招股价每股就是三个七毫 入场费大概三千八百元左右 今天开始招股 去到二十九号的中午 就会截止认够 我们看看过去三年盘数 做成如何 看看过去三个财政年度 都有赚十几亿人民币 年来日利 去年的升幅就略为显著 有两成 过去2012年的财政年度 只是升幅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综合回看相比其他港口股 过去这几年的业绩 其实都是一般 增长大约一成至两成左右 其实这一只青岛说 看齋看盘数 都叫做 跟同业一样 又没有特别差 没有特别好 你又怎样看 如果以基本面来说 其实就算不果不失 一来你看到盘数上看 增长和其他港口股都差不多 甚至乎如果以过这三年盘数去看 过去的历史PE来说 其实和现在上市的一些港口股 都差不多 因为以过去年来说 大概是七倍多PE 前年八倍多 到一年九倍多 变相都不到十倍 其实这一刻很多港口股 都是差不多这些估值 变相从过去来说 不算太有个差的表现 而且来以青岛港本身 它其实的港口 都已经在位置青岛方面来看 而吞吐量来说 无论是总吞吐量 或者是集装商 甚至乎一些 可能是光散货等等 不同物种的吞吐量来算 其实都是位于全球前列的 都是大概七位六位这些位置 所以牌的名次 就真的挺理想的 甚至刚才说的盘数 也是稳定稳定 以这些情况来说 好像也是比较不错 甚至公司招股国家都说明 其实今年回来之后 它先后两次收购 他们无企的资产 就是董家讲这个资产 预期这个资产 其实到他们整合完 或者叫做梳工完之后 吞吐量都超过三亿吨 每年来说 那边上也有 对他们业务上看 会有很大的帮助 自然这些前景来说 的确就好像是挺理想 或者是挺不错 但如果你说 叫做怎样看 或者是否真的 只凭这些因素 就觉得可以认可得过 我觉得要留意几个情况 我觉得就 一来 如果以这个招股的文件上看 预测其实今年14年的PE 其实反而就 未能够再下降 因为今年来说 反而就预测大概九倍PE 虽然九倍也不是太贵 但起码对比去年七倍岭来说 都稍微是高一点的时候 回到一年水平 意味着估值就不算太低 起码没有可能过 我觉得新股 比较再低一些估值去上 这就少了一样东西 而且你刚才说的 董家说的一个资产来说 没错 预测做完或建设完等所有东西 灯吐量很强 好像很有帮助 但其实有些文章也说到 有些风影存在 因为这次的收购 其实还有很多开发 很多建设需要做 而且当初也认为很多政府的批文等等 你说这些是否这么顺利过到关 或者是否这么顺利预期做得到 其实是不一定的 有些变数存在着 所以纵使你以后预期的前景 看法好像很好 但你实际上来 都有一些变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以前景上看 都有些保留 如果以我自己来看 一直都对港口股看法 是相对有些审慎 始终起码都挺受经济周期性影响 如果未来经济好 当然会看得乐观一点 但如果经济不好 或者还是反复的 甚至这刻都不断说 内地经济的增速 都是放缘的时候 这些这么大业务 都依靠内地去做的话 其实也有一定风影在这 说明从这些角度去看 我觉得如果看法上说 我觉得相对就比较审慎一点 正如你刚才所说 风协两属 风协两属主有两个 第一就是 他们集资了之后 他们的旷产能力 究竟整合的力度是怎样 第二就是内地经济下行空 尤其是对出口方面的风险 第三就是虽然有注资行为 就是在上市前有注资行为 但是对估值似乎不是太大帮助 其实不是太大卖点 我一随便在市面上买其他港口股 我只想买它 其实一个都是 刚才刚才说 卖点就不是算太多 而且以来估值来说 又不算比现在上市的港口股特别便宜 所以的确终合这两因素来说 如果大家都真的这么忠诚港口股 我觉得你说买上市的港口股 其实都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甚至乎如果要选择的话 我觉得反而天津港这个港口股 我自己看得更加之乐观 所以变相来说 青岛港这个新股 有没有太多可以抽的地方 或者卖点在这里 似乎就不是太高 甚至乎以上市的招呼文件来说 就是刚才看的第一版来看 招呼价3.76元 29亿的集资规模 你说是否很小只可以炒呢 又不算 是否大直到很好的叫基报面 亦都不是 就是变相我觉得这些新股 属于一些比较中型一点 就是它集资的规模 变相又不是太大只 又不是太好炒的话 理论上说 今晚预期上市口 我相信表现其实不会太大 说不定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些港口股 我都比较倾向上市 上市左的港口股 甚至如天津刚刚才说的 3382 自己看法更加之乐观 因为起码 天津来说 其实那个前景 特别是节目的概念来看 我看法上相对比较乐观 看回上一只上市的港口股 就是巡港股份 看到其实 哇 令人失望 那时候已经应够不足了 但现在上市累积至今的表现 跌了超过两成一 其实看回巡港股份 主要做一些 其实煤炭方面的进出口的东西 看回青都港 其实都有些类似的 当然的占比就不是最大 最后你刚才所说 你可能会看天津港 但是我自己就看比较招商局那边 其中它是一个龙头 会不会这样比较 反而有这些影子股概念 反而有个投资机会更大 当然如果你以青都港 你用巡港岛去比较 就真的没得比较 因为刚才说到巡港岛比较集中 就是煤炭方面为主 煤炭业其实大家也知道 不是太大 比较低迷 对比较低迷 算面上一定是一般的 但反而青都港做的业务 就比较广泛一点 有集商商 有遮干山科 有很多刚才所说的煤炭 等等不同资源的一些 射货等等 业务上看就比较广泛一点 但如果你真的以这样比较 究竟是否借资商港会比较好一点 业务上就差不多 如果以这样比较 的确是借资商会比较好一点 但刚才我们也说到 如果整个港口的反而情 天津港 都依然比较理想一点 好 这一节跟Rofy聊到这里 刚才听你这么说 你应该都没有抽 其他股份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好 这节时间到这里 稍后会到论程online的时间 稍后再见